COLT ROM 嗨!大家好 今天開箱中洞玩具的產品 初代木鋼鐵人馬克一號 這款大概是六七百塊就可以買的到的 授權可動鋼鐵人 看到可以亮燈的格納褲 一起買的話只要1300 彩盒上用了大量的燙金亮銀色來增加質感 並且在鋼鐵人主體範圍用了打凸的效果來提高成本 好的印刷讓反應爐看起來真的有光一樣 旁邊有正版授權的貼紙 這系列都採從反應爐往兩邊打開的方式 背面是完全不需要看的示意圖 內容物就兩層 人偶以及支架 因為我沒有隔納庫 所以暫時先這樣當背景 這盒就人物而已 非常單純 這個噴火效果竟然做得比300塊的海賊王公仔還要差得多 但這奇怪的零件倒是蠻符合電影的配置 這次這款我不會用到底座 收起來 機甲的塑膠感其實蠻重的 但是上色上的很好 平衡的許多 頭部的可動性差 尤其前後的幅度幾乎沒有 肩膀也很卡 但內部的配置 該有的都有 還不錯 很簡單的套上去 但因為手臂不能旋轉 所以噴火的角度也有限 裝上這個特殊的傳動裝置 手臂的彎曲極限 然後這款兩邊幾乎是不對稱的零件 可動範圍也是符合電影設定 就是不太可動 這點算是百分百的還原 畢竟史塔克在山洞打造這身鋼鐵衣 就是這些原料 腿部是可以做一點上下的 側面抬腿跟前踢後掛的表現比上肢來的優異 這些零件真的很考究 從後面看得到這些裡面的褲子跟膝蓋關節 確實也都可以做到外盒上示範的姿勢 也就是電影實際的動作 鞋底有出場年份 細節蠻好看的 整尊的高度是18公分 兩腿都有一個可以自轉的關節 但大部分的關節都蠻鬆的 右腳可以自轉一圈 左腳則沒什麼活動性 那這隻就是中洞鋼鐵六指系列的最後一隻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下次見886